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华为MateBook 14s的测评以及购买建议 华为这几年在产品上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都推出了很好的产品 就比如笔记本,不仅在硬件配置上不输传统的电脑厂商 同时还保留了手机厂商的一些特色 做了更多人性化的功能 比如说和手机平板等设备的多屏协同等等 先来整体看一下主要的配置和参数 这是一款比较传统的轻包本 并且各方面的参数也都属于比较好的那一类 无论是屏幕规格还是具体的配置都感觉并没有什么短板 当然了,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售价上会稍微贵一些 那么它的实际使用中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 先来整体看一下外观 三面的金属机身,B面和C面的边缘过渡处都有CNC钻切的处理 整机的质感还是很好的 这也是手机厂生产电脑的一个传统优势了 机身的厚度和重量也都属于正常的水平 实测厚度为15.2到16.5毫米 1.43千克 适配器是90瓦的Type-C连接口 并且是类似手机充电头的那种设计更加便携 实测的重量为230克 A面是一个居中的华为的6个字母 看起来比较简单大气 屏幕可以单手开合 打开以后呢,可以看到B面是一块分辨率 为2560x1680的镜面屏 屏占比很高 屏幕下方依然是一个华为的logo 而上方则是摄像头 注意啊,这个摄像头又回到屏幕上边了 再也不像上代那样鼻孔对着人了 另外,这块屏幕还是一个触摸屏 还支持90赫兹的高刷新率 实测的色域覆盖为94.8%的sRGB 68%的WRGB和70%的DCI-P3色域 平均色差1.25 最大色差4.41 亮度表现非常优秀 能达到483尼特 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3比2的比例 也就是说比常见的16比9或者16比10的比例 在纵向的显示面积会多一些 更加有利于办公 例如做图表、浏览网页等等 因为在这些场景下 两侧经常是这样空着的 没有办法充分利用 反而是纵向有更大的面积 能够多显示几行文字或者图表 当然,凡事都需要有取舍 这个分辨率虽然更加有助于办公 但是在玩一些游戏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问题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详细说 C面的键盘手感比较正常 右上角有独立的电源指纹二合一按键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触摸板是塑料的 没有那么顺滑 接口方面 左右两侧一共有2CEA 还有耳机孔和HDMI接口 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配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重要的性能部分 它使用的是 英特尔酷睿i5-11300H的处理器 四核心八线程 频率为3.1GHz到4.4GHz 集成了锐聚核心显卡 拥有80个执行单元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英特尔的核心显卡性能比较强 而核心显卡并没有独立的显存 需要占用一部分的内存来当作显存使用 所以内存规格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款MateBook 14S 使用的是3733MHz的内存 虽然不是最高一档的4266 但也属于比较高频的了 也算是为显卡的性能发挥提供了保障 在看保分前 我们先来拆机看一下它的散热规格 它使用的是双风扇双热管的设计 在室温23度的环境下 使用iPhone加P调整到高性能模式 单烤CPU可以稳定在45W 频率3.77GHz 温度93度 双烤一共也同样是45W 分配大约是CPU23W 显卡22W 频率分别为2.9G和1.3G 温度76度 高负载下键盘表面温度 WASD区域为31度 键盘上最高温的位置比较靠中间 但好在温度并不高 仅有39度 噪音的控制也比较优秀 高负载下直接放在键盘上为53分贝 人脸位为40分贝 而且它的风扇声音属于比较柔和的那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跑分 Cynda Bench R20 2529分 单核545分 R23 6433分 单核1399分 应该说这个成绩算是很高的了 应该也是得益于它45W的性能释放 Time Spy的显卡得分为1404分 反映日常办公能力的PCMark10的成绩为4824分 内存跑分和固态硬盘跑分分别如图 大家参考一下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台电脑在不插电的情况下使用 也就是电池状态表现也非常优秀 拔掉电源以后 就不能使用FN加P的高性能模式了 不过电池选项之里 依然可以调到最右边的高性能 这个时候我们举几个例子 R20的成绩为2268分 单核522 Time Spy的成绩为1371 PCMark10的成绩为4372 应该说成绩肯定还是会有所降低的 但可以说是损失极小了 大约也就是2%到10%的样子 也就是说 你基本可以像是使用手机那样 来使用这款笔记本电脑 续航方面 它使用的是60Wh的电池 调到省电模式 在屏幕亮度100m的情况下 PCMark8给出的续航成绩为6小时55分钟 以上都是一些理论的成绩 我们当然也需要看一下实际的表现如何 毕竟是没有读显的轻薄本 所以没必要强行拿来玩3D游戏 因此我还是选择比较适合 这台电脑配置的主流网游 英雄联盟和CSGO来进行测试 CSGO 1080p最低画质122帧 电池状态下可以达到97帧 英雄联盟最高画质 1080p的分辨率 对线状态大约是160帧左右 而使用原生的2560x1680的分辨率 帧数也基本没有掉 在145帧左右 而电池状态下 1080p分辨率是100帧左右 2K分辨率大约是90帧 通过这两个测试可以看出来 得益于11代酷睿和显性能的提升 轻度游戏它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而且即便是只使用电池 也依然是可以畅玩的 不过在部分游戏场景下 3比2的屏幕比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拿常见的英雄联盟来举例 如果要填满这块屏幕 画面会被整体放大 但左右两侧都会有部分画面被裁切掉 导致我们会损失一部分视野 这个显然是任何一个玩家都无法接受的 据比如这个案例 我在中路对线 下方河道的草丛蹲了敌方的打野 如果是16比9的画面 我是可以看到它的 但是如果使用3比2的比例来玩 我就看不到它了 当然了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无解的 我可以强行把比例调到16比9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块屏幕来说 它的上下都会有黑边 相当于我的屏幕变小了 浪费了一部分面积 其实要说华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款产品的屏幕 也是因为这款产品的定位 本来就不是用来打游戏的 而是更倾向于办公 虽然这台电脑对于轻薄本来说 性能释放的已经算是最强的那一档了 然而就办公而言最重要的也并不是性能 而更多是软件层面的 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到 华为的独家秘籍多屏协同功能了 很多使用华为手机的小伙伴 在升级了鸿蒙系统以后 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似乎和之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是因为鸿蒙系统 是一个重在多设备联动的系统 对于笔记本产品来说 就是进一步的完善了多屏协同这个功能 第一步我们需要先把手机和电脑连接起来 以前的华为笔记本会有一个NFC的贴纸 用来方便和手机连接的 但是总有人手键把这个贴纸撕掉 导致连接起来比较麻烦 而这台笔记本则是藏在了这个触摸板下面 这样你只需要用手机碰一下触摸板 就可以和电脑连起来了 连起来之后 电脑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手机的样子 和手机完全头部 操作手机还是操作电脑的屏幕上 手机的这块区域 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系的笔记本非常需要触摸屏的原因 因为这样操作手机的话会更加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 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可以实验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共享剪贴板 可以互相拖拽文件图片之类的 可以用电脑上的键盘在手机上打字 这几个功能之前介绍的都比较多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个手机窗口并不是只能打开一个 而是可以最多同时打开三个 比如说我可以左边聊着QQ 右边聊着微信 中间还可以打英雄联盟手游 这个游戏最近刚出来就有很多小伙伴问 我习惯用电脑 那么有没有什么模拟器能够让我在电脑上玩这款游戏呢 这不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这里还有个华为应用市场 还可以直接安装手机端的APP 大家看这个图标的右下角有个手机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刷微博刷抖音 非常类似使用M1芯片的苹果电脑的那种感觉 不过这个功能目前好像是只有英特尔版的华为电脑才支持 而如果你有华为的平板 还可以把平板当作笔记本的第二块屏幕 你可以选择镜像模式 这个时候平板和电脑显示的就完全一样了 平板相比普通的笔记本电脑来说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使用手写笔 比如说你需要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看着电脑的屏幕 当然了这个笔记本还可以连接更大的屏幕 然后你可以用笔在平板上写写画画 来说明你想表达的内容 平板还可以当作扩展屏幕来使用 就相当于你可以双屏使用电脑 鼠标从这边继续往右 就一到了平板的屏幕上 这样在处理一些工作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就相当于你外接了一块显示屏 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连接起来特别快特别方便 而且平板电脑很便携 出门在外就相当于多了一块屏幕 虽然是无线连接的 但延迟很低 使用体验很好 也就省去了必须要带线的麻烦 最后总结一下 从上述的评测可以看出来 Matebook 14s的外观性能屏幕等等方面都很均衡 没有明显的短板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款非常全面的轻薄本了 而产品的定位方面的3比2的屏幕比例 也说明了它侧重点并不在游戏 而是更偏向办公和生产力 并且和自家设备间的联动便利性非常出色 比较遗憾的点在于 由于种种原因 华为的笔记本缺货和难买的现象比较严重 加上华为品牌本身就有一定的溢价 因此售价上还是偏贵的 不太适合对价格特别敏感的用户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东西是好东西 就是有一点贵 好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购机选择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帮忙点赞评论转发什么的 想看更多关于数码产品的科普视频 或者是购买建议 也欢迎来各大平台关注我 ID都是BONJO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